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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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爹这叫 叫一鹤冲天 对一鹤冲天 你两个太棒了 你放了 这格式之仇就一笔勾销吧 你兄弟当年走的是歪门邪道 还望一改门庭之风 人行江湖 侠者为大 此仇必报 听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李贤 玩玩这个吧 看看是你的飞镖块 还是我的抢嘴块 我吃你这枪 师哥 都不许动 燕子门的事 我一人承担 不要延累了他们 来吧 今天我让你们一起见野王 孙子 这玩意儿叫撞针吧 这次啊 幸亏云龙昨夜提前潜入客栈 取了撞针 让我们化险为夷啊 是啊 是 来 为师敬云龙一杯 谢谢师傅 来来来来 师哥 师傅 三儿 你真是个鬼灵精 这杯我得喝 来 师姐 来 对了 爹 今天我师哥他 不知道那枪里面 没有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叫撞针 就是你说那个 纳鞋底子那个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纳鞋底子 那个他不知道里面没有 他就冲上去 又挡着一枪 视死如归 你说 咱们该不该敬他一杯呢 你看 应该 来来来 师哥 我觉得这杯酒啊 应该敬师叔 是师叔让我们大家去找 来 师姐坐我这儿 对不对 来来来 师叔 对 要我说啊 应该敬你们师父 芸汐 你爹也不知道 那枪里没有撞针 是啊 当时啊 他是硬挺着胸脯 去挡枪底啊 一代英豪啊 平常你师父练功 不让你们看 今儿个 你们开眼了吧 师哥 来 我们几个 敬你一杯 好 我喝 师父 我喝 对了 怎么你们没有人敬我呢 对了 芸汐也该敬 你看你看啊 芸妃要挡你爹 你呢 又挡着芸妃 那当然应该敬你芸汐了啊 芸妃 来 敬芸汐 对对对 今天呢 让你受惊了 来 压压惊 芸妃 这就对了 对了 爹 我今天终于看到你一鹤冲天了 帅极了 你 还要把你拿起来 芸妃 芸妃 芸妃喜欢芸妃吗 哎呀 师哥啊 你 你就根本没把人家芸龙往心里去呀 你要知道 云龙对待咱们云昕 那真是一往情深啊 云昕的脾气啊 和我一样绝 你倒是说说 云昕能选云龙吗 来 师哥 你好好想想 唐极和尚 是怎么断除情根的 剃度出家 那只是表象 出家人 有出家人的规矩 那剃度出家 就得按出家人的规矩办 师哥你是最讲究规矩的人 咱们到了自己的事上 咋就忘了呢 咱们不是有门规吗 我也知道啊 可是这门规一旦立了 就没有退路啊 你是不是担心 云昕他受不了啊 因为是你的徒弟 你跟他谈谈 你的话他还是听的 好 师父 您找我 好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这几天在店里一直看不到你 都忙些什么呢 我去齐鲁大学听课去了 好好好 年轻人啊 学点新知识总是好事 云飞啊 你觉得云昕怎么样啊 云昕挺好的呀 我的意思是 我是说 我是说 你 你喜不喜欢云昕啊 师父 我可是把云昕当成自己亲妹妹一样 从来没有过半点非分之险啊 那若是为师将云昕许配给你呢 师父 万万不可 喜欢云昕的是云龙 如果师父 执意要将云昕许配给我 那必定会引起燕子们的分裂 师父 你就成全云龙 把云昕许配给他吧 这感情上的事 岂是让来让去的 你不要管云龙 我是问你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云昕 你若是喜欢便说喜欢 不喜欢便说不喜欢 不要找什么借口 师父 恕徒而不孝 不能娶云昕 因为 因为徒儿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什么 师父 云昕对我好 我都知道 我会放在心里 弟子相来 一定会以命相报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的心思 我已经懂了 开香堂 我燕子们 有三取三不取 三取为 取贪官污吏 取为父不仁 取恶霸豪强 三不取为 不取穷人 不取观寡孤独 不取读书人 要我说 再加上一条 不娶媳妇 师父 您别逗我们了 这可不是逗你们 这是歪打正着 我今日开香堂 就是要立门规 你们三个向祖师爷 蒙事吧 蒙事 蒙什么事啊 就是蒙什么事啊 你们三个本不是一家 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却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既然都是理性 就是兄姐弟 彼此之间 只能有兄弟之情 不能有情欲之爱 也就是说 云心不能嫁给 云飞云龙中 任何一个人 听清楚了没有 跪下 爹 相堂之上只有尊长 没有爹 师父 我想说几句话 不要说了 蒙事吧 三 是 是 是